在这个普通的小山村里 有一个小孩叫鲁瑟 他强壮聪明并且很丑 但他一直过着幸福的生活 直到他八岁那年 一位邪恶法师降临在村子里 凶猛的火焰吞噬了一切 只有鲁瑟在池塘中逃过一劫 邪法离开了 看着满目疮痍的村庄 幼小的鲁瑟法师 一定要让邪法付出代价 这时一个丑老头窜了出来 他就是名震江湖的剑术高手 剑无双 他与邪法有着深仇大恨 一生都在追捕邪恶法师 他强壮聪明并且很丑 看着化为废墟的村庄 他知道自己又来晚了 但他在幸存的鲁瑟身上 看到了自己的影子 于是他说鲁瑟为徒 多年之后 鲁瑟13岁了 在剑无双的教导下 他已经成为了一位剑术高手 善良的他 时常去别的村子行侠仗义 还多次从盗贼手中救下女生 可是那些女生 在见到他的面貌之后 曹嫂说了声谢谢 就跑掉了 鲁瑟大受打击 于是他们见我说 老爹 为什么没有女生愿意跟我玩 为什么我救过的女生 从来没有说过要以身相许 叫什么老爹 叫我师父 还能因为啥 因为那些女的没演过 只能看见你的皮脑 看不到你金子般的内心啊 总有一天 你会遇到一个 欣赏你内在的女孩 那师父 你纵横江湖这么多年 为什么就没给我找个师娘呢 呃 信中无女人 八剑自然神 你也懂个屁 一天内学会这招 不然今晚就别吃饭了 时光飞逝 又是好多年 鲁瑟十八岁了 而剑无双 也已经年过花甲 这天 剑无双 把鲁瑟叫到身边 徒儿啊 你跟了我这么多年 该教的 我已经全都教会你了 今天 我便将这身装备传授于你 写法这个祸患 只能让你自己去解决了 说完 便嫁贺西雀 只得下鲁瑟 气不成声 师父 我最后一招还没学会呀 你不能走啊 师父 师父 老爹 于是 鲁瑟便带着剑无双的精精装备 踏上了寻找写法的旅途 一路上 他依然乐于帮助村民 可是村民 却对丑陋的他抱有敌意 这个人怎么这么丑啊 长成这样 一看就不是好人 对此 鲁瑟早已习惯 他相信 总有一天 他会遇到一个 能看到他金字般内心的人 而幸运 也终于眷顾到他 这天 他撞见一群盗贼 正打算欺负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手持一根法杖 美丽的面庞满是慌张 正当盗贼 要进入正题之时 鲁瑟突然杀出 三两下就消灭了盗贼 多谢大侠救命之恩 小女子无以为报 只好 嗯 啊 为大侠当牛做马 哼 不用了 你走吧 你救了我 我怎么能不告而别呢 我这么扯 你就不怕我图谋不轨吗 不 你救了我 肯定有一颗金字般的心 我相信你 听到这句话 鲁瑟冰封的内心 有了一丝颤动 于是 他做出了一个 违背祖宗的决定 我叫鲁瑟 我叫香牙 从此 鲁瑟的旅途上 又多了一个美女为伴 幸福的日子 就要开始了 才怪 很快 他就为自己的这个决定而后悔 因为香牙实在是太菜了 作为一个入门法师 遇到危险时 香牙只会逃跑 从来不会反击 鲁瑟一边杀敌 一边还要拯救香牙 就这样 一次 两次 三次之后 鲁瑟实在是受不了了 哈 女人真麻烦 跟这样的菜鸡在一起 怎么能斩杀邪恶法师呢 于是 在路过一个村庄之时 鲁瑟借口上厕所 直接溜了 这样子 应该就不会有什么问题了吧 话音刚落 邪恶法师竟突然出现 在村庄里大开杀机 无数的村民被邪法点燃 残忍的景象 一如当年 鲁瑟的村庄一般 鲁瑟双眼血红 瞬间杀出 可邪法一反应迅速 一发火球术 便将鲁瑟点燃 鲁瑟痛不欲生 呀 臭东西 我怎么看你有点眼熟呢 就在邪法疑惑之时 香牙突然出手 用水系魔法 浇灭了鲁瑟身上的火焰 鲁瑟强忍剧痛 无双翁 心战 邪法猝不及防 身受重伤 溜至大吉 而鲁瑟也因伤势过重 昏了过去 等鲁瑟醒来 第一眼看到的 就是香牙 想到自己之前 还想抛弃她 但关键时刻 还是靠香牙才得救 鲁瑟心中 充满了愧疚 可香牙却毫不在意 丝毫没有提被抛弃的事 而是岔开了话题 你最后那一招好帅啊 一下子就把邪法打跑了 啊 那个呀 那是我师父 传说给我的终极杀招 可惜我只学会了皮毛 那也很厉害了 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招式了 哈哈哈哈 两人打开了话匣子 开启了第一次愉快的交流 从此以后 卢斯的内心又多了一个人 一个很重要的人 两人一起行侠仗义 他俩的名声也渐渐传遍世界 并且终于得到了 邪法老朝的信息 邪法老家 就在极寒之地的火焰山中 但是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啊 香牙一样很惨 经历了那么多战斗 香牙还是一点长进都没有 如果硬要说的话 那也只是在逃跑上进步了很多 卢斯时常问自己 跟这样的菜鸡在一起 怎么能斩杀邪恶法师呢 于是某一天 卢斯又离开了 这次他不会回来了吧 香牙很伤心 但不久之后 卢斯带着满身的伤痕 回来了 这个给你 啊 这不是最顶级的德鲁伊法杖吗 你从哪里得来的 我 我找德鲁伊小姐借的 谢谢卢斯哥哥 嗯 还有这身装备 你穿着吧 呀 这不是你师父的金金套装吗 这太珍贵了 我不能要 给你你就拿着 香牙最终还是收下了金金套装 也顺利从一个剑袭法师 变成了一个肉装法师 他们的配合也更完美了 一切似乎都向着好的方向发展 可是卢斯却渐渐发现 自己的剑术下降了 原因他很清楚 因为香牙 之前的他孤身一人 除了剑术 心中再无其他 可现在他有了香牙 剑术也就不再纯粹 这样下去 恐怕他再也无法学会 师父的最后一招 也没有办法斩杀邪恶法师 抱曾经的血海深仇了 但香牙在身边的日子也不错呀 他们一起游山玩水 行侠仗义 卢斯真想就这样 无忧无虑的过一辈子 可是斩杀邪法 是自己的使命 等到斩杀邪法 我就要向香牙表白 卢斯在心中默默念叨 而这一切 香牙都看在眼里 于是某一天 香牙带回来一个男的 卢斯哥哥 这是我朋友龙傲天 他很厉害的 有他的加入 我们肯定能顺利斩杀邪恶法师 既然是香牙推荐的 卢斯无奈答应 随后他就发现 这个龙傲天实在是太厉害了 此人杀法果断 无意高强 实力简直跟自己不相上下 跟自己配合起来 简直是天衣无缝 两人相见恨完 相谈甚欢 简直要结败为异性兄弟 三人一路砍瓜切菜 没多久 便到达了极寒之地 眼看离邪法的老巢 越来越近 卢斯的心也越发坚定 为了香牙 邪法你死定了 可天色渐渐暗了下来 于是卢斯问他俩 你们什么时候睡啊 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讨厌 我们还没有走到那一步 讨厌 讨厌 我相信 谢谢鲁瑟哥哥 这是我见过最厉害的招式 我叫香牙 鲁瑟陷入了癫狂 他疯狂杀戮 所到之处寸草不生 一直杀到邪法身前 你是丑老头的徒弟吗 这张丑脸 太慢了 太慢了 我这么感觉还不如上次的 怎么眼睛红了 失恋了 你个丑逼 不会以为会有女孩子喜欢你吧 菜逼 师父 你带我走吧 我好累啊 傻孩子 振作起来 不要被自己打败 可是师父 为什么香牙不爱我 为什么人们不认同我 就是因为我丑吗 胡扯 难道 你为的就是别人的认同吗 你这辈子 就是为别人而活吗 这世界 有比香牙更值得你为之奋斗的事情 你才是你人生的主宰 不要因为别人 而否定你自己的价值 师父 心中无女人 拔剑自然神 活下去 我的好徒儿 我的好儿子 老爹 这都不死 谢法 这次你必死无疑 满口胡话 给他死 无双奥一 心斩 这招 叫什么名字 想学吗 可惜 你没机会了 自此 世间再无邪恶法师 人们过上了幸福快乐的生活 他们在村庄里竖起一座 没有脸的雕像 以此纪念那位 斩杀了写法的神秘英雄 而神秘英雄本人 则为一个小朋友而头疼 老爹 为什么他们不喜欢我啊 为什么没有人发现我金子般的内心 还有 为什么我没有师娘啊 灭土 叫什么老爹 叫我师父啊 叫什么老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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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老爹 谢谢大家